警方接獲通報 酒吧外發生了大亂鬥 原警拿拉交稅迅速控制混亂場面 動手男子被壓制上鋼 雙發被架開還爭論不休 4號凌晨5點 3名女子在花蓮國蓮二路的這間酒吧 圍繞4名男子的酒桌 將沒幾句一群人爆發拉扯 在酒吧內扭打成一團 會大大出手 全是因為在廁所的這個動作 在酒吧廁所內的彭信女子 被狂敲門催她趕快出來 讓她很火大 於是找了3名朋友 找隔壁桌的4名男子理論 雙方一次喝多了爆發口角 4名男子將沒幾句就動手打人 變成兩桌多人大混戰 一群人從店內打到店外 就連原警到場 一對兄弟黨都還在繼續殴打被害人 被依現刑犯逮捕 警方將現場鬥毆之四人 依妨礙秩序罪 移送花蓮定監訴偵辦 還有3名男女參與鬥毆 警方將陸續傳喚盜案說明 為了搶廁所 竟然演變成集體鬥毆 時代太離譜 記得劉己嬌李宗哲 花蓮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